出口和跨境业务增值税的退免税和征税 这就是有一些学员 一提这个第七节就说 要学出口退税了 有的学员一提到这一节 心里就发怵 实际上呢 这一节并没有我们同学想的那么高的难度 之所以有的同学一提出口退税 他心里就打鼓 原因就是他平时接触的少 就这些业务 他接触的少 他有一些陌生感在里面 从而呢 他就会觉得学到自己比较陌生的一个领域 那会不会就产生一些恐慌啊 好下面呢 我们一步一个台阶循序渐进 来给大家讲解 第一组考点呢 是出口货物老物跨境应税行为 退免税的增值税的 基本政策和实施范围 出口货物老物跨境应税行为 退免税增值税的基本政策 不止一次 以往年度考过选择题 首先就是出口货物老物跨境应税行为 退免税涉及到的税种仅限于增值税和消费税 也就是出口退税啊 涉及到出口退税的税种 在我国目前限于增值税和消费税 咱们出口就没有说对什么资源税啊 对所得税啊 出口退税没有 咱们出口退税 退的是增值税和消费税 这块考试咱们原来也考过客观题 我国增值税暂行条例规定 那是人出口货物税率为零 但是国务院另有规定的除外 增值税的出口退税啊 他在条例里边强调的出口货物税率为零 要体现的是消费的纳税原则 所以增值税消费税咱们出口退税 都要体现消费的纳税原则 消费的纳税原则 我之前反复强调带来两个后果 进口征税和出口退税 在这里呢 他说出口税率为零 零税率和免税不是等同概念 一旦我们说出口免税 说的就是出口这个环节免税了 如果是增值税的话不计消费了 而零税率说的是他整体税负为零 这就意味着不仅仅出口这个环节 不计消费了给他免税了 出口以前那些环节交过的税 也要给他退还来体现出口退税 所以零税率比免税要更彻底 零税率等于不仅仅出口这环节税免了 以前环节交的税退给你才能让税负归零啊 而以前环节的交过的税退还 让我们大家能够认识到出口退税 退的是进项税 那以前环节体现在那时候 进项我采购啊 那肖像你给我免了呀 所以出口退税退的是进项 我们大家呢一定要有这个认知 下面呢我们来看出口退免税的基本政策 这就是我前面说过 以往年度考过这个选择题 基本政策有三类 一类呢叫做出口免税并退税 这类啊出口免税并退税 就是免销项退进项 适用于出口货物劳务 跨境应税行为 以往环节 它交过税 而需要退税的情况 这样肖像免了 以往环节交过税 需要退税 我给你退掉 出口免税并退税 这个出口免税并退税 我们后面要给大家讲具体计算的 这种免税并退税在计算中 它又分为了免底退税和免退税那两类 都是由免有退 只不过那两类中有一类中间加了个底 这是我们后面要讲的 都是针对免税并退税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出口免税不退税 出口环节给你免消向了 但是不给你退税 凭什么不退税 我们要看适用的情况 适用于出口的货物 劳务跨境应税行为 以往环节 没交过税 你以前没交过 无需退税 或者以往环节他交过税 但是情况不明 无法准确的去计算退税 那出口免税不退税 因为算不清你交过多少 在这儿呢 出口免税不退税 我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 假定我是小规模纳税人 我小规模纳税人生产的货物 我就出口了 享受的就是免税不退税政策 原因就是 我小规模纳税人不合算进向税 我平时就是征收滤计税 我不合算进向税 而咱们出口退税 我前面说了退的是进向 所以小规模纳税人 我生产货物出口 我免税 享受不到退税 再举一个例子 出口免税不退税的 假定啊 我是个一般纳税人 我是个外贸公司 买进买出啊 我从农民手中 收购了一批大葱 收购大葱以后 我就出口了 享受免税不退税 为什么 我出口大葱给我免出口 那个环节的肖像不退税 是因为我从农业生产者手中 收购的大葱 农业生产者把这个大葱 卖给我的时候 农业生产者是免税的 我收购过来 我没有直接付出 进乡税额 所以我再把它出口 免税不退税 接下来我们再看 第三类政策 是出口不免税 也不退税的 这种出口啊 不免税就是我出口 也得进销下 也享受不到退进下 那就等于我和正常内销一样啊 正常纳税了 肖像检验下 这是什么原因呢 难道我们就不执行消费地原则了吗 这呢 提示大家 这一类出口不免税 也不退税的 适用于国家限制 禁止某些货物 劳务跨境应税行为出口 那国家不想让你出口 但是呢 往往呢 有一些 又不能够完全用行政命令的 就是说你坚决不能出 但是我们还急需呢 我们不希望你出 我限制一下 在这种情况下 我不希望你出口 你这个东西出口了 不免税 也不退税 明明你出口了 我看作你内销一样 看作你跟国内销售一样 所以在这出现了一个视同内销 看作你和内销一样 这样不免税 也不退税 等于啊 你出口的东西 带着咱们国家的增值税的税负 就到了对方那个进口国 人类进口国按照消费的原则 还要征税的 它会叠加税负 那从你这儿 到进口国 这些东西 谁要消费 税负比较重 成本比较高 那可能大家 在那个国家的消费者 一看买这东西 怎么成本那么高啊 不买了 那也就是 从利益角度 那边成本太高了 从利益角度呢 人家不愿意买你的 影响你的出口 那人家不买你的了 你出不去了 国家的限制政策的目的就达到了 这样呢 我们大家注意出口退免税的三个基本政策 出口免税并退税 出口免税不退税 出口不免税不退税 以往年度考过选择题 接下来呢 是适用增值税 退免税政策的范围 就什么样的企业 适用增值税 退免税政策 首先就是出口企业 出口后 在这儿呢 我想提示大家 我们教材啊 这一部分收录的内容 稍稍有点过时 因为呢 在这儿 我给大家提示了一个注意点 因为我们教材 还说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 要怎么怎么样呢 实际上呢 自2022年的12月30日起 我们国家取消了 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 取消了这个 因此他都取消了 目前你看 这个2023年了 目前没有对外贸易经营者 备案登记了 所以考试的时候 他不太可能考你这个啊 已经都 现在都不执行的东西吧 因此我提示大家 出口企业出口货物 这儿 我们把握就可以比教材那儿啊 我们要简化一点 对满足规定条件的出口企业 自营或委托出口的货物 我们实施退免税 对不能满足规定条件的非出口企业 委托出口的货物 我们实施免税 所以符合条件的 我们有免税有退税 不符合条件的 我们只有免税 没有退税 他想表达这个 同时我在这儿呢 就说一下 因为我们教材没收录这个条件 所以今年考这个条件的可能性 那就基本上是没有了 自2022年的12月30时期 我们国家取消了对外贸易经营者的备案登记 那如果你企业想出口要报官 需要办理海关登记 去获得你报官的权限 你不做那个登记 你东西出不去啊 另外你这东西出去了 你得从国外收款啊 需要开通外汇账户 就需要提交外汇管理局的备案 这块教材没有收录 我在这儿给大家列出来 只是提示大家 我们教材中所说的对外贸易经营者 办登记那一堆 现在已经不执行了 同时呢 就是有一些做实务的 我们有一些 他就是在事务所的同时来考试的 你关注一下这个政策就好了 我们实际上 今年考试和这个有交集的可能性 应该是位乎其位 接下来就是企业出口给外商的 新造集装箱 交付到境内的指定的堆厂 并取得了出口货物报关单 出口退税专用 同时符合其他退免税规定的 是允许他按照现行的规定 办理出口退免税的 这个政策大家要注意一下 是我们新造的集装箱 并没有说我们把集装箱就出口到境外了 明明在境内放到境内指定的堆厂 但是我们拿到了报关单 就是这个东西 最终堆厂他可能啊 货物装在这里跟货物一块要走 所以在这里我们拿到了报关单 也符合其他现行规定 那么就可以办理出口退免税 在这就是没有体现出他直接出去了 而是在境内指定堆厂的 但是符合条件的也可以办理退免税 第三融资租赁货物出口退税 对融资租赁企业 融资租赁咱们之前讲过 因为咱们一般都是学基础会计的时候 要学经营租赁融资租赁之前给大家讲税率的时候 也提到过 我用大白话解释 就是经营租赁 经营租赁 往往是使用权的一个临时让度 租赁期到了 使用权原来我交给谁 我收租金 到期了 使用权我又拿回来了 而融资租赁呢 租期会比较长 往往伴随着所有权的转让 这是我们之前讲过的 融资租赁企业 金融租赁公司 及其设立的项目子公司 以融资租赁方式 租赁给境外常租人 并且租期比较长 在五年以上 并向海关报关后 实际离境的货物 咱们也给他出口退税政策 在这儿虽然说是租赁 期限又比较长 这种情况下 这东西出去 回不来了 所以咱们给他出口退税 这样子 接下来 我们再看 出口企业或其他单位 适同出口货物 我们一定要注意 出口退税这部分内容中啊 它有好几个适同 在这儿有适同出口 我们后边在讲计算的时候 还会涉及到适同自产 不要搞混 适同出口是看作与出口相同 适同自产是看作和你自产相同 所以看清楚 除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另有规定外 适同出口货物 适用出口货物的各项规定 看错他出口了 那我们就认为你就是出口了 我们看一下 适同出口 以往年度 考过客观题比较碎 第一出口企业对外援助 对外承包 境外投资的出口货物 这个视同出口 看作他出口了 第二出口企业经海关报关 进入国家批准的出口加工区 保税不留园区 保税港区 综合保税区 诸澳跨境工业区 诸海源期 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 合作中方配套区域 保税物流中心 这些特殊区域 我们注意一下 它有一个前提条件 经海关报关进的 经过报关了 进了这些特殊区 并销售给特殊区域内的单位 或者境外单位和个人的货物 看上去他还在我国特殊区域里 并没有说真的就离开我国的这个国境了 没有 但是在这我们视同出口 接着呢 是免税品经营企业销售的货物 视同出口 这个免税品经营销售货物 因为咱们包括在什么机场啊 还有一些特殊的区域都有那种免税品商店嘛 他所销售的货物 我们看作这个东西是出口了 接着我们再看 出口企业或其他单位 销售给用于国际金融组织或外国政府贷款 国际招标建设项目中的中标机电产品 上述中标机电产品 包括外国企业中标 在分包给出口企业或其他单位的机电产品 这个我们后面会反复提到这个中标机电产品 这实际上就是国际金融组织 外国政府贷款啊 国际招标的某些项目 然后咱们那个机电产品就中标了 甚至于呢 这个机电产品就原来像那个日本有好多啊 他们中标了 分包给咱们国内的企业 然后呢去出口的 那么这些呢 我们视同出口 这个视同出口 大家注意 有的时候这东西真没有离开咱们国内 他可能就在咱们国内中标了以后 在咱们国内的 有一些也是要享受视同出口的 待遇的 接下来第五 出口企业或其他单位销售给国际运输企业 用于国际运输工具上的货物 上述规定呢 这里的国际运输工具 生产销售给国内和国外航空公司 国际航班的航空食品 在这一说航空食品 大家就能理解了 咱们这个食品上了这个航公司 上了他这个远洋运输公司 最终你看他在这个过程中 他本身是要使用的 这个是同这个东西出口了 接下来呢 第三是出口企业 对外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 这个呢 也会涉及到我们出口的退免税政策 这里强调就是对外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 国外的东西啊 人家的机器送到我们这儿 我们修理完了以后 这机器拿走了 虽然我们修理劳务是发生在境内的 但是我们修的是国外的机器 让他拿走了 这个也会有出口退免税的政策 另外呢 就是国际运输工具 停靠到咱们这儿 我们给他修理修配 连运输工具又走了 这不是我们的东西 那我们给他提供的加工修理修配劳务 都享受出口退免税的政策 接下来呢 第四 境内的单位和个人提供适用增值税 零税率的应税服务 无形资产出口政策 在这儿说的是应改增项目了 因为说的服务无形资产 之前给大家讲到增值税率的时候 我们提到过有一些出口的应税服务 是要用零税率的 比如说国际运输 我们之前就给大家讲过 另外呢 无形资产出口 在这里也有使用零税率的 那么具体来说给大家画了一张表 我们一起来看哈 如果这个纳税人他实施的是 简易计税方法的 由于简易计税方法 用征收率计税 他不能去抵近项 而咱们出口退税退的是近项 所以简易计税方法的企业或者项目 你只要用的是简易计税方法 然后你出口了 我们只能对你实行免征增税办法 当然啊 这个也得是国家这个倡导鼓励的 如果限制的还得征税呢 这是我们说过啊 前面我们把那个限制的跑出在外 那么正常的 我们只能给你免征增值税 不能退税了 因为出口退税退的是近项 你用简易计税方法来进行核算 你是不核算近项的 下面呢 就是如果境内单位或者个体户 他用的是一般计税方法 肖像简易计相 如果他是生产类的这样的企业 这生产类企业不见得就是制造企业 这里的生产企业也包括了 比如说他直接的提供 跨境运输服务的运输公司 就是这个东西是他自己亲自去做的 或者他的这个无薪资产 是这个企业本身我自己研发的 我制造的 我创造的 我亲自提供的 这个东西出口了 如果是一般计税方法 咱们实行免抵退税办法 大家注意 免和退中间还加了一个底 免抵退税办法 接下来呢 我们看如果是外贸企业这类的 这个外贸企业实际上是我们泛泛的一个说法 就是这类企业啊 他平时都是买进卖出 买进卖出 极偶然的他自己 亲自提供点什么服务 或者自己研发点什么 那么如果这类平时就是买进卖出的这样的企业 他直接的将服务或者自行研发的无薪资产出口 这个就是他自己亲自提供的 不是他买进卖出 或者这无薪资产就是他亲自研发的 然后出口 实行和刚才我们说生产企业 那个就是他自己去亲自提供 亲自研发的出口的那个生产企业的情况一样 实行免底退税办法 但是如果这个服务不是他亲自提供的 无薪资产不是他亲自研发的 而是他买进卖出的 买进然后对外贸易我卖出去 实行免退税办法 和前面相比少了一个底字 免退税办法 免销项退金项 所以在这儿看清楚 这里的免底退税办法和免退税办法 都是咱们刚才所讲的出口退免税基本政策里的第一项 免税并退税 免税并退税 免都有退也都提到了 只不过根据你出口的不同情形 有的中间加了个底 有的中间没有体现那个底字 接下来呢 第五条规定 纳税人出口货物劳务发生跨境应税行为 未在规定期限内申报出口退免税或者开具代理出口货物证明的 在收齐了退免税凭证及相关电子信息后即可申报办理出口退免税 未在规定期限内收汇因为你出口要收外汇嘛 你没有收到外汇或者办理不能收汇手续的 他有一些咱们前面说是同出口 有的他是不收外汇的 在收汇或者办理不能收汇手续后 即可申报办理退免税 这段话想体现什么 我在这给大家忠一忠翻译一下 就是咱们国家曾经对这个出口退免税要求的特别严 就原来规定了一个期限 如果你这东西出口了 在不一定的期限内 你的这些证明啊信息啊手续啊 你没办完 就不给你出口退税了 但是咱们现在呢放管服了 虽然也规定了期限 但是呢如果你超期了超期以后 超期以后你又把相当官的这个手续啊 资料啊信息啊你都背齐了 还是能给你办退免税的照顾纳税人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增值税退免税办法 这个逻辑是什么逻辑啊提醒一下大家 就有一个中间加个底字的免底退 还有一个中间没有这个底字的免退税 下面呢我们先看免底退税办法适用的企业和情况 因为呢咱们出口退免退税会涉及到免底退税多个底字了免退税 当然我们后边还有直免不退和不免不退的好多情况 在这我们先看免底退税办法中间加个底字的适用情况 由于这部分内容原来出个选择题 所以我呢在这先给大家把规律给大家归纳一下 适用免底退税办法的这些企业和情况呢 往往就是他出口的货物服务无形资产 就是他创造的他制造的他自己创造制造的东西 出口了免底退税 我们一起来看生产企业出口的资产货物 自己制造创造的东西出口和适同资产货物 这出现了适同资产 我前面就说了我们这一部分内容一会什么适同出口 一会儿适同资产 你看清楚考试上你选择选择什么 看作和资产相同的货物 一会儿要给大家说明这适同资产指的是什么 以及他对外提供加工修理修理劳务 就是他帮人加工的 他亲自做的这个事情 免底退税 第二一般了解列明的生产企业出口的非资产货物 这个是极特殊的列了一些企业 不是他资产的货物出口 我们也给他用免底退出办法 这是极特殊的 考试的时候呢 就是这个第二条 顶多就是这句原文放在这儿 一般情况下考试不会涉及 第三 适用一般计税方法的生产企业 提供适用零税率的服务和无形资产 这儿呢 我们大家注意 一说的可是货物 三说的是服务和无形资产 实际上呢 在这里他强调的就是 咱们增税一里的 增税一里边不就是有形动产吗 和增税二里的服务和无形资产 如果是你这个企业制造创造的出口 都是免底退税政策 接着我们看外贸企业 适用一般计税方法的外贸企业 直接将服务或自行研发的无形资产出口 这又是他制造创造的出口 免底退税 特殊行业我们看一下 境内单位和个人提供的国际运输服务 就是他提供的 再有境内单位和个人向境外单位提供的 完全在境外消费的规定服务 另外航天运输服务 这些要选择你能选出来就行了 接下来呢 免底退税 我们怎么理解 免在这里啊 我们后面要讲到 实际上他说免征增值税 就是不计消项了 外消不计消项了 而出口退税 我们应该退进项吧 但是由于中间呢 免和退之间加了一个底字 所以免是免消项 顶啊 就是在给你退进项之前啊 那进项先别着急退 你把为了出口的进项 原本是该退的吧 但是别着急退 去抵减你内销的应纳税 如果你这个比如生产企业等等 你还有内销呢 那我要给你退的那个进项 不着急退 先抵你内销的应纳税 如果呢 你出口特别强大 内销特别少 把内销的应纳税都抵完了 你还有那个该退的进项的 我才给你退 所以免抵退 接着我们再看免退税办法 适用的企业和情况 在这没有那个底字了 免退税 它涉及到的呢 像外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 特点呢 就是它出口的 这个货物啊 服务啊 无形资产 不是它制造 不是它创造 是它买进卖出的 所以在这我们看 不具有生产能力的 出口企业 或其他单位 出口货物或劳务 这不是它生产的 是买进卖出的 另外它外购 服务或无形资产出口的 这里边的免退税办法呢 由于是你买进卖出的 对应关系特别的鲜明 所以呢 你卖出免消项 你为了卖这个 你不是买进的吗 相关的进向税 可以退还 所以免退税 接下来呢 提示学员朋友们 咱们这个特殊 那是人的 非自产货物的出口 它里面呢 有仕同出口自产货物 就是它那个仕同自产 和那个仕同出口 不是等同概念 仕同自产 那么我们要注意 可以享受免底退税政策 因为咱们前面说了免底退税 得是你制造创造的 但是它这里是视同你资产的 下面呢 我带大家看一下条件 以往考过客观题 第一 持续经营以来 从未发生 骗取出口退税 虚开增税专用发票 或农产品收购发票 接受虚开增税专用发票行为 并且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生产企业 出口的外购货物 你看 它出口的是外购的 不是它自己生产的 但是可以视同看作 是它生产的 第一 以取得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 第二 以持续经营两年 即两年以上 持续经营很稳定经营 不是突然出现的 就是为了骗取出口退税 然后在这弄一个企业 不是这样 很稳定经营的 第三 纳税性等级A级 第四 规模巨大 上一年度销售额5亿元以上 第五 外购出口的货物 与本企业资产货物 同类型或具有相关性 不相关的也不行 在这 同类型 接下来我们看 对于持续经营以来 从来没有发生过 骗取出口退税 虚开增税中央发票 或者农产品收货发票 接受虚开增税中央发票 等等那些 违规违法行为 从来没有发生过 但是不能同时符合 咱们上一条规定的条件的 咱们上一条规定条件 挺苛刻的 什么5亿元啊 什么的 那个挺苛刻的 那么他出口 外购货物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 也是可以 适同资产活物 申报 增值税 退免税 适同资产 咱们就免底退税了 免底退税 所以在这 也是适同资产 符合哪些条件之一 注意 一个就是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外购货物 哪些条件之一 他又给你分类了 第一类要求同时符合下面的条件的 这一类的 是与本企业生产的货物名称性能相同 使用本企业注册商标或境外单位 或个人提供给本企业使用的商标 出口给进口本企业资产货物的境外单位和个人 我这儿呢给大家做了个归纳 大家可以记个笔记 就同时符合什么条件呢 外购的货物同时符合 和本企业生产的货物 同名称 同性能 同商标 同客户 四同 同名称 同性能 你看 同样的这个规定的这个商标 同客户 那客户也买我资产货 四同 同时符合 接下来是第二类的 第二类呢 就是咱们刚才说之一 之一的刚才咱们前面第一类是之一的一种 四同 第二呢 我们看 与本企业所生产的货物 属于配套出口 并且出口给进口本企业资产货物的境外单位和个人的 外购后这个是我买进 一块出的 符合下列条件 之一 没有说同时符合 一个是用于维修本企业出口自产货物的工具零部件配件 第二 不经本企业加工或组装出口后 能直接与本企业自产货物组合成成套设备的货物 这里呢 我也是提醒一下我们同学 因为我做过出口退税 好多同学一听都能听出来 因为我在企业和事务所都做过 那我原来呢 曾经做的某家企业吧 他85%以上都出口 他就有这种配套的问题 我们出口的是搅拌设备 我们出口是搅拌设备 但是呢 有一些东西不见得是我们 完全是我们生产的 比如说我们的搅拌设备 你要搅拌 他有一些容器啊 你放在容器里 然后我们的设备就搅拌 可以在我们的设备上专用的容器 是我们买的 我们找别的企业 跟人家说不同的规格 人家做好了 我们买进来 和我们的配套出口 用我们的设备 刚好的容器 能放在这个设备上 所以呢 我们注意 出口给进口本节资产产品的 境外单位和个人 那容器是我们外购的 但是呢 符合下面这个 直接与本节资产货组合成成套设备 直接和这个组合 用我们的搅拌设备 用这个容器放在这刚好 别的容器 他可能在这 他他放不下放不住 接着第三 经集团公司总部所在地的 地级以上事务局认定的集团公司 在这说的是集团公司 但是经过认定的 不是自己一说我是集团公司 就是集团公司了 要经认定 其控股的生产企业之间收购的资产货物 以及集团公司与其控股的生产企业之间收购的资产货物 集团公司控股的之间 我控股的ABC好几个企业 我那个B从C那收购 B去出口 明明这不是B生产的 但是我集团公司 自己内部的 而且这个集团公司不是我自己说是集团公司 就是集团公司 要经税务机关认定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刚才说啊 这个B从C那收购 然后出口 适同资产 接下来 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委托加工货物 适同资产 第一 与本企业生产的货物 名称性能相同 或是用本企业生产的货物 再委托深加工的货物 这已经有同名称同性能 然后还是我自己生产东西 我再委托 让人家再加工一下 出口给进口本企业 自产货物的境外单位和个人 同客户又有了 接着就是委托方与售托方 必须签订委托加工协议 并且主要材料 一定要由委托的一方去提供 售托的一方就是加工的那一方 不垫付资金 只收取加工费 开具加工费的增值税专发票 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 用于本企业中标项目下的机电产品 这也是同自产 咱们这说都是同自产 用于对外承包工程项目下的货物 用于境外投资的货物 用于对外援助的货物 生产自产货物的外购设备和原材料 刚才呢 由于政策特别的零碎 所以呢 在这里给大家归纳一下 就是我们重点要把握什么内容 咱们前面零零碎碎说了很多 重点要把握的东西 我先给大家做一下归纳 出口企业出口 或者是同出口的零税率的货物 服务性资产呢 我们来看 如果是生产企业 外贸企业 其他出口企业 他自产或者是同自产的货物出口 或者那服务就是他亲自提供的 那个无形资产是他亲自研发的 然后他出口 就是我前面说的 他自产的 他创造的 他制造的东西出口 如果是一般计税方法 适用免底退税政策 如果 他本身这些企业是简易计税方法来进行核算的 只能适用免税政策 接下来 那如果是外贸企业 其他出口企业 他买进卖出的 外购的货物 服务无形资产出口 买进卖出的 一般计税方法适用于免退税政策 没有中间那个底字 如果简易计税方法适用免税政策 我们前面讲的重要的内容梳理了一下 下面呢是本讲中间的乘上起下 乘上就是我们要掌握出口货物 老务跨界应税行为退免税增值税的基本政策和实施的范围 而起下呢 下面要给大家去讲解增值税出口的退税率和退免税的计税依据 后面的内容 考生朋友们需要熟悉 如果已经疲惫了 稍事休息 如果精神尚好 我们继续学习 我们来看第二组考点 增值税出口退税率和退免税的计税依据 我打两颗星 打两颗星呢 要熟悉 同时呢 这部分内容你真的要理解 你要不理解后面的 他的计算步骤 你可能就只能死记死背了 而你一旦要理解了 后面的计算步骤 顺理成章呢 你就能把握 下面呢 我们先看增值税出口退税率 增值税呢 出口退税啊 在具体计算的时候 区分不同的情况 有采用规定的退税率来计算退税的 也有按照适用税率来计算退税的 也有按照征收率来计算退税的 有不同的情况 然后呢 我要提示大家 咱们一般规定啊 有规定退税率或适用税率的 除财政部国家受总局 根据国务院决定明确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之外 我们出口货物服务无形资产的退税率呢 是它的适用税率 什么意思啊 就是咱们这个财政部国家受总局 根据国务院决定啊 他明确了 部分出口货物 有低于正常征税率的退税率 注意 增值税一里的有货物 他正常征税率是13% 但是退税率他可能是10% 除了他明确的这些退税率 第一征税率的 已经列明了的这些项目之外 其他的呢 都是按照适用税率去退税 其他的就是 我适用税率是13% 退税率也13% 我适用税率9% 我退税率也是9% 我适用税率6% 退税率也是6% 所以呢 除了列明的一些货物 有退税率第一征税率的 其他的 没有列明的 如果涉及到我们要计算出口退税了 按照适用税率来计算退税 但是在这呢 我们大家呢 也要看一些特殊规定 第一 外报企业 如果他构进按简易办法征税的出口货物 从小规模纳税人构进的出口货物 他的退税率呢 分别为简易办法 实际执行的征收率 小规模纳税人的征收率 这呢 我也是要提醒一下大家 有同学一看小规模纳税人 有同学就说 刚才不是说小规模纳税人出口 直免不退吗 这怎么又有退税率了 你一定要听仔细 我们说的直免不退 他自己就是小规模纳税人 他出口了 直免不退 这说的 他自己不是小规模纳税人 他是外贸企业 从小规模纳税人那买东西 买进卖出出口的 对这个外贸企业 他是一般纳税人 然后从小规模纳税人那买进 卖出的这个货物 那我们就要按照 他实际执行的征收率 小规模纳税人的征收率 征收率比退税率要低 咱们刚才刚说了退税率 什么13%10%9%6%啊 征收率比这个要低 上述出口货物 他拿到增值税赚发票的 退税率呢 要按照发票上所著名的税率 和出口货物退税率 熟低的原则来确定 退税率低于征税率 按退税率来计算退税 如果发票上税率那一栏 他写的是征收率 比退税率低的 就按他实际写明的 那个征收率来退税 输低 接着第二 出口企业委托加工 修理修配货物 其加工修理修配费用的 退税率 按照他出口这个货物的 退税率来执行 这个考过 加工修理修配是劳务 这个劳务的退税率 就看你加工修理修配了什么东西 那个东西的退税率 就是加工修理修配 那个东西的退税率 按那个执行 这个考过 第三 中标积电产品 出口企业向海关 报关进入特殊区域 销售给特殊区域内生产企业 生产耗用的列明的原材料 输入特殊区域的水电器 其退税率 为适用税率 就征税率和退税率 持平这个时候 如果国家调整列明原材料的退税率 列明原材料应当自调整之日起 按调整之后的退税率来执行 没调整的按适用税率 如果有调整 按国家调整政策执行 接着第三 适用不同退税率的货物 老物跨境应税行为 要分开报关 分开核算 申报退免税 因为你退税率不一样 退免税计算 你肯定啊 你这个计算过程 你用的比例都不一样 一定要分开算 没有分开报关 没有分开核算 或者划分不清的怎么办 从低适用退税率 大家一定要注意 咱们税把中啊 它有几个我们征管的原则 如果你高低税率 你没有分开核算 你的这些项目 没分开核算 征税的时候从高 退税的时候从低 接下来给大家提示 近些年呢 随着国际贸易状况 和人民币汇率的变化 我们国家出口货物 增值税的退税率 大多都和征税率一致了 我这说的是货物 因为劳务服务 它原来规定的 征退税率就是一致的 咱们原来有规定的 那个退税率 第一征税率的 针对的都是货物 就增税一里面的那些货物 过去有很多的不一致 咱们现阶段呢 只有少数项目 存在着退税率 低于征税率的情形 如果 这个出口的货物 刚好规定的退税率 低于征税率了 出现这种情形了 那么我们在免底 退税计算的时候 我说这个差异 就退税率和征税率有差异了 它不一样了 我们在免底退税计算的时候 会增加一个步骤 叫T的步骤 一旦这个项目 退税率低于征税率了 免底退税计算的时候 就不是免底退了 变成免T的退 多一个T的步骤 这是我们增税 出口退税计算的难点 但是如果退税率跟征税率持平 没有T这个步骤 就是免底退 那我们必须要思考 为什么退税率可能会低于适用税率呢 在这呢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我在这必须要强调 这个例子呢 是2020年以前的例子 这个例子 我一般啊 喜欢经常变化 但是呢 因为最近这几年 我们国家出口退税率 大部分和征税率一样了 我到国家税务总局网站上 去查那个特殊的 不一样的 这个退税率很难查到 但是呢 我们教材中吧 它有收入 有这个T的步骤 所以举例子 我只能举这个2020年以前的例子 最早我喜欢举2018年以前的例子 我老举饼干的例子 那2018年以后 那个例子就早就变了 然后我就举珍珠的例子 这个例子 我提示大家 现在不是这个政策 我只是为了举例子 比如说 一个养猪基地 养猪棒 养大棒壳 里面有这个珍珠 那个基地 养了大猪棒 然后他把这猪棒啊 养完了以后 一堆一堆的 卖给了一个 珍珠厂商 大家注意 卖给珍珠厂商 这珍珠厂商 他去买那些大猪棒 跳开来 然后把里面的珍珠 拿出来 然后他 再进行分类再卖 大家注意一下 养这个猪棒 农业初级产品 农林牧水啊 初级产品 他把这猪棒养完了 直接大猪棒 卖给珍珠厂商 那猪农是免税的 免增值税 这珍珠厂商 买了这些猪棒 把它撬开来 把里面珍珠都拿出来 分分类 然后我们呢 把它卖给了 珍珠视频厂 卖给珍珠视频厂 然后我们大家马上来看 按照我们咱们前边啊 学过的那个政策 这个珍珠厂商 他可以计算抵扣 百分之九的进香水 因为前面 前免后底 前面那个农业生产者 他销售大半壳 给他免税了 我呢 在这儿把珍珠给他拿出来了 然后 我自己算一个进香水 自己计算抵扣 百分之九的进香水 然后呢 他把这个挑出来的 这个 稍微分了分类的珍珠 他也没有加工 他就把棒壳里的给掏出来了 然后卖给了珍珠视频厂 假定卖了一百万元 那么这个珍珠厂商 撬棒壳的 他有了百分之九的销向税 那么他前面那个 百分之九进香水 是自己算的啊 那么从视频厂来说 他呢 买到了这个煤精加工的珍珠 一百万个 他有了百分之九的进香水 现在珍珠视频厂 把这个 九万元进香税的 这些未经加工的珍珠 自己加工了 加工成珍珠视频 他出口了 出口了 这是他自己生产的 免底退税啊 首先 免 我们看 出口这块给他是免销向的 同时呢 我们要给他退税 应该退进香 尽管我们在退之前有个底 那个我们后续要说 但是我们要确定你这进香啊 我们会注意到 他这个进香 是从珍珠厂商这拿到的 九万元的进香 你仔细想 这九万元 视频厂真的支付给了珍珠厂商 他付出了这九万 真付了 珍珠厂商也拿到了这九万 是他的肖像 但是这九万元交给国家了吗 交入国库了吗 没有 没有全交入国库 他用他收到的这九万元 减掉了自己计算底扣的一个进香税 才交入国库 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国库里啊 没有收到这完整的九万 没有收到 尽管你视频厂付出了 那么咱们出口退税政府啊 他本身争过的 他可以给你退 没征过的 他凭什么要给你退税 国家没收上来过这九万 我凭什么要给你退这九万 他没有资金支撑啊 所以呢 他出口的时候 我在这给大家画了这个试图 他不能够退那九万 而是要给他设计一个 低于视频征税率的退税率 在2020年之前 咱们视频的征税率是13% 退税率特别低 只有6% 所以呢 给他就定了一个低于征税率的退税率 退的时候 我不能退那么多 只能给你退一部分 原因就是 这九万元好多 我政府没收上来过 没收上来过 我没钱退你 我得收上来过的 我才有钱退你啊 因此 在这里 退税率 低于征税率 做出这个设计了 免抵退税 计算 会增加一个T的环节 免T抵退 就是要对这九万元的进向税 做出部分的剔除 进向税额转出 通过计算 我们呢 这九万中 转出一部分 国家没有收上来过的 用规定的公式计算 T一部分出去 好 在这里呢 就提醒大家 退税率低于征税率的后果 就是我们后续计算的时候 会多一个T的步骤 原理也给大家讲清楚了 下面呢 我们来看 增值税退免税的计税依据 咱们前面讲的是退税率 以及他的一些道理 下面我们看 增值税退免税的计税依据 分为票据依据和金额依据 票据依据 你都得是正规票据 我们看 出口货物劳务的增值税退免税的计税依据 按出口货物务务的出口发票 外销发票 其他普通发票 或购进出口后 劳务增值税专用发票 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计划数 来确定 这都是正规票据 确定你有出口 为出口你有采购 咱们出口退税退进项吗 也要考量你的采购啊 所以呢 这些都是正规票据 刚才呢 我们把出口后退免税的票据依据啊 我们学习了 下面我们来看 出口退免税的金额依据 这一部分内容呢 咱们以往年度考过多选题 它也要分不同企业和不同情况 教材中的收入的特别多 我把主要的给大家讲一讲 其中呢 第一生产企业 生产企业又分好多种情况的出口 第一种呢 是出口货物 那个进料加工付出口 把它排除在外 那个我们不说啊 排除在外 另外呢 劳务 那个进料加工付出口 是因为我们后边有单说它的 所以在这先抛除 出口货物劳务呢 我们是按照它实际的离岸价 作为退免税的金额依据 离岸价英文字头呢 是FOB FOB F是FRE FREE O是ON B是那个船板 那个字头 你要特直观 就是算到船那儿就别算了 因为你再算就是 它就该离岸了嘛 所以呢 就在离岸时的那个价格 离岸价 你再算就是途中了 离岸走的嘛 所以你就算到船边 就别算了 那么这里的实际离岸价呢 是以出口发票上的离岸价为准 如果出口发票不能反映实际离岸价 主管售有机关的有权予以核定 这儿我也要介绍一下我们现实啊 现实因为很多企业吧 它出口的时候 对外报价 它不一定报的就是FOB离岸价 它有可能呢 报到对方的CIF价 就到岸价 到对方的口岸的价格 就含了这个图中的 甚至于可能是 到对方的 那个仓库里的价格 它都有可能 但是呢 我们在这里呢 出口货物劳务呢 咱们税法规定 就是你现实中 不管你有什么报价 我们再算出口退税的时候 按离岸价 按离岸价 你发票上不能体现 那主管售有机给你合 也得按离岸价 如果你发票上写的就不是离岸价 那主管售有机要给你合 合定离岸价 离岸价实际上呢 没有包含 他离开口岸 到对方之间的 那个运宝费呀等等 所以就离岸之前的 这些价格 接着呢 我们再看 进料加工 付出口的货物 这呢 又是一个常识性问题 我们必须呢 要区分一下 加工贸易 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 这儿我给大家讲解一下 就是咱们现实生活中吧 你如果到企业去 这个企业说我有出口 或者说你去面试 这个企业说我有出口 那你可以问一问 你这是一般贸易 还是加工贸易 这样呢 起码这企业说 哦 你还懂这个呢 因为你去面试的 起码让人觉得 你还懂这个 在这里呢 我们注意 加工贸易呢 因为也分好多种类 主要 包括我们参加考试 还有就是说 现实的企业中啊 主要呢 分为来料加工 和进料加工 这两类主要的啊 它还有其他类别 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的 加工贸易 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叫两头在外 原材料来自境外 加工环节在我们这儿 加工完了以后产品 又被境外拿走 那么这种两头在外 材料是境外来的 只是加工环节在我们这儿 加工以后产品 我们销往境外拿走了 由于加工以后的产品 不在我国消费 按照消费地的原则 海关就对这个 来料进料进入我国 口岸的这些原材料 实行了保税 大家注意啊 保税和免税不是等同概念 海关对它保税 保税呢 是暂不征税 保留征税权制度的简称 就等于你这个东西 进入我们国家 海关对它暂不征税 保留征税权 要等着你 加工完了以后 这十线两头在外 它走了 海关一看 你真走了啊 这个东西没在我们这儿消费 我放弃原来进口环节的征税权 但是到了规定期限 你这东西没走 你进来以后 加工完了 你在国内内销了 海关就要追着过来说 我要对你征税了 征的什么税 是你原来进口环节那道税 同时由于你内销了 国内税务机关也会对你征税 所以你在国内怎么有销售 税务机关也要对你征税 海关征的税 会构成税务机关征税的进向税 这是我们再说两头在外的相应的政策 紧跟着我进一步解释 进料加工和来料加工 虽然都是两头在外 但是有一字之差 性质截然不同 我们先说那个来料加工 我喜欢给它归纳为拿来主义 这东西拿过来的 原材料进入我国我们不付钱的 来料加工拿来 我加工完了东西拿走 材料来了 我都没付钱 拿走 我能向人家收什么钱啊 加工费 所以来料加工实际上是我们接受境外委托的一个 人家带着材料过来 我们给人家的 接受委托的加工 拿走了我只收加工费 大家一定要记住 来料加工 在我国实行的是免税不退税政策 这是我们后面要讲的免税不退税政策 他不仅仅说进口的时候还关保税 我这个东西出去了 我收的加工费 也要税务机关也要对我免税 但是不退税 用的是这个政策 那是来料加工拿来主义 而尽料加工的 尽料加工也是两头在外 原材料进入我国我们是要付钱的 进来的时候我们要付钱 加工完了以后让人家拿走 我向对方收的就不仅仅是加工费了 而是整笔的货款 来料加工 付出口实行的是免底退税政策 所以和尽料加工免税不退税政策不一样 这点我们要注意区分以往年度也是考过客观提的 那么这里的尽料加工 我们再看 既然是免底退税政策 那他计算依据那个金额依据怎么算呢 按出口货物的离岸价FOB 扣除出口货物 所耗用的海关保税进口料价后的金额 确定出口退免税的积税依据 FOB里边有一块是料价的那个金额 海关呢是保税放行的 攒不征税保留征税 没交过税 我把没有交过税的那部分金额刨除 剩下的才考虑出口退税 甚至交过税的 我们考虑出口退税 接下来第三 国内购进没有金项税 并且不允许去既提金项税的免税原材料 加工以后出口的货物呢 是按照出口货物的离岸价 扣除货物所含国内购进免税原材料的金额后确定 这个道理和前面那个是一样的 这个原材料没交过税 我出口退税的时候 没交过税的部分凭什么要给你退税 把没交过税这部分金额剔除出去 剩下的是交过税的那部分的金额 才考虑作为出口退免税的金额依据 道理先理解了 接下来我们看对于外贸企业 外贸企业它出口货物 咱把那个委托加工修理修配的也刨除在外 那么它一般出口货物呢 如果它的计算退免税的金额依据 是购进出口货物增值税中央发票上著名的金额 或海关进口增值中央交往书上著名的完税价格 由于在这里 外贸企业它是买进卖出 咱们前面说了 买进卖出 对应关系特别鲜明 本身它卖出的时候 肖像税给它免了 我们要给它退进一下买进 所以在这我们看 购进出口货 增值中央发票这是国内购进的 或海关进口增值中央发票 这是国外购进的 都是你购进的 你又出口了 因此大家一定要注意 外贸企业 它出口退免税的计算依据 是它购进的那个金额 而咱们前面说的生产企业可不是购进金额 退免税的计算依据FOB是销售的金额 二者不一样的 接下来还是外贸企业 出口委托加工修理修配货物 为加工修理修配费用增值税 中央发票上著名的金额 我们教材在出口退免税计税依据这 收录了很多内容 但是容易考的是前边这一部分 在这我也给大家做一下归纳 增值税退免税的计税依据 对于生产企业而言 一般是扣减了所含保税和免税金额之后的离岸价 离岸价FOB你看它有保税的要扣免税的要扣 而对于外贸企业而言 一般是购进货物增值税专用发票著名的金额或海关进口增值税 专用交款书上著名的完税价格 所以生产企业它是出口销售的那个离岸价 当然有可能要扣减保税免税金额 外贸企业不是让它对外销售离岸价而是够近的 下面呢我们来看单选立提 生产企业进料加工付出口货物 其增值税退免税的计税依据是什么 是出口货物的实际离岸价吗 不是因为它进料加工有保税料价进口 因此它离岸价中有享受过保税就没交税的金额 你得把它剔除啊 接着选项B按出口后的离岸价扣除出口后所耗用的 海关保税进口料价的金额后确定这是对的 选项C按出口后的离岸价FOB扣除出口后所够近的 海关保税进口料价的金额后确定 大家一定要看关键词是耗用的 不是够近的 所以不能选择选项C 选项D出口后的盗案价这个不对啊 根本不涉及到这个出口退免税的金额依据不涉及到盗案价 我们要选择选项B 又到了我们的花间墙时间了 因为学到出口退税需要我们呢一步一个脚印的去学 你就会觉得他难度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大 这个学员呢 他的网名叫做烟花绽放飞向自由 他说去年备考的时候买了一盘一帆风顺 半年他备考六颗过了三颗 其中税法过了特别高兴 今年又开始备考 他又买了一盘 希望呢备考能顺利结束 也就是一帆风顺 所以在这呢也是祝福这个啊 去年税法已经上岸 今年还在备考其他三颗了 也祝福所有的考生朋友们一帆风顺 学习增值税出口退税 可能有的同学由于接触的少会觉得比较痛苦 但是痛苦的时候正是成长的时候 学员朋友们复习备考辛苦了 谢谢大家